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收睇我的頻道 我是雲中龍, 很久很久沒有和大家直播和拍片 有關注我的頻道, 也知道我家最近有事發生 所以真的很不空, 要照顧家人 今天日版 Docky Battles 出了 應該是昨天還是前日出了魔人寶 追加到一個難度 我們看看這隻陳幾何時是紀蘭達, 當時是次世代 次世代馬尖波 紀蘭達現在出了三世代, 三世代馬尖波 現在再出了一個新世代馬尖波 這隻是最新的力屬性 用這個神技可以減少HP回復, 打六場 這隻是用來升技的 這隻是用來升技之後, 變成這樣 可以再吸收 5回合 5回合 就會吸收 吸收條件 是否隨便 這樣吸收 可以三種多狀態 有一個新的卡拉撒彈 高機率敵人攻擊回閃 殘餘HP越少的話 這樣減少HP 就減少越多 這隻也可以DK 這隻我也有 這隻也可以DK 這隻可以變成這隻 這隻可以封人 加了封必效 這隻就是 可以打全體 這隻可以打 啊 打天下武道大會也不錯 一個必殺技 OK 這隻有了 這隻也有封必 這隻像世代 這隻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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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馬上試試 我們會即時打這個Super 加上試試零道具 剛才玩的技能 可以減少HP及回血 因為它是有回血效果 那我們呢 這樣就會用 應該要用多些比古洛 應該就用馬尖部隊 就最好了 好 就是這隻 一定要課金 好 我就用這一隊 這隊 基本上 這個派文犯 和技術性的比古洛 就有那個技能 那隻殺超人還未完成 因為還在刷牠的技 在刷牠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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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直有技術 但我要拿多4張 潛艦完才上去 然後就要再抽10張 去升技 路途遙遠 沒辦法 因為要 免得浪費那些老界王神 變相就決定慢慢來 慢慢來 現在也有41萬 這隊都血量極為虹厚 第一隻 就是最新吸了誤法的馬尖部 看看有什麼料 我當它是新世代 那個技能 因為魔魂寶歐 都在一起了 OK 這樣的情況 用5個打 超三 超三龍拳爭一段 就可以 升好了 應該就是還欠 第30Lay 那裡還未打 那個難打 那個 沒有復活戰士 所以難打 嘩,這裏十一萬左右了,我估計費 十萬 不要緊的 升上最後一段,它的被動技能都會改變 被動技能是什麼,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好,龍拳包裝,十四 它防禦力 OP 隨著它不斷變身,它的攻擊力會不斷減 我們會慢慢跟它打,開頭不用那麼囂張 慢慢來 5番 最後 新小彈,5番 好厚 按一下屬性 好,剪過第1章 第2章 這個時候當然是用五指爆炎,打得多多 可以順勢儲點 它回血會在慢煎,魔人吸收 在役子魔童的狀態回血 所以在這裏可以慢慢來,不用急 提升30%攻擊力 我們在這裏不斷提升攻擊力,鼻鼓洛要 斬 再來,再提升30% 再斬 哦,看看它又會用 這次罵我,我這裏重上 巨大隊 魔神鞋架,鞠鞠鞠鞠鞠鞠鞠 再補多個鞠鞠鞠 好漂亮 1300 反擊 沒關係,我們有千人不空 瞬間就會回滿 現在是開砸 加了25% 再增加30% 斬 再增加10% 本心 再增加10% 再增加10% 炆了不犯 現在就是五天格斯的狀態 這裡我們先測試一下 不能氣絕 但有得封必 所以我們決定這樣 先來 封一封必 不犯進攻 小心 龍拳包裝 會心 但也打不入 武功不怕你 封必 這張真的很好 有封必 平民 只要你有 有心 去拆 就應該拆得到 有封必 還有 增強對自己隊友的防禦力 全隊防禦力 正 好像有像中可以減對方的防禦力 有像中 攻防都可以減 助攻一流 真是助攻一流 不犯 再加多全隊 50%防禦力 更加不怕你 是你屬性 你打不入 不理你了 千人悟空 封了一邊 是時候用五支爆炼蛋爆炼的時候 這裡 盡可能吃多些肉 比千人悟空 綠色可能會好些 我們掉下來了 綠色 吃四顆 一顆回好像六千 不知道多少 好像六千 我不要記住 先回一回 丟 因為它下一次一定會回 所以我們 這裡打兩頭 很快就會回回 其實沒什麼所謂 可不可以一下子 一下子一夜打死它 可能要用第一次 就是 它的力屬性 可能用速打 一次打 可能能夠減到尾滴 不過防禦力也挺高 打不打入也成問題 好了 現在已經沒有三堂血了 只是一下子回回 現在我們不用全力 先打一下 先打一下子 好 沒有打完筆 來囉 接著拔紋一下 現在這時會配件 看看如何 有白髮制止的呢,沒有技能 沒有的,即是出眼 出眼就... 頭兩隻回血,即是沒有白髮,沒有反制止就算了 頭鬼騎了 有得去,不要理他 回吧,回滿了 回滿了,回到我們重新打岸 這裏就開始來了,真正的戰鬥現在才開始 來 露魂兼神斬 不怕,克里屬性 哇,這隻魔盾很帥 不是那隻,是吸收了魔盾狀態 魔半光澤炮 五支爆血彈 現在是機會了 全力來囉,龍拳爆炸 有防禦力的力量減了 我張不怕什麼 封你B十技 鑽石升陳拳 ふ撐 鑽蝕 封了B奧 有回血嗎? 沒有理會了 好像沒有回血,沒有回血就不理會了 我們就進攻 如果有回血,我就要變成硬檔 回血很少,因為不犯加比古樂的技能令他減少了 回不到 想回? 斬,LOW運兼神爪 再來練擊 擋住 反擊 不回來了 好 死了 回了難,要你吐出來 好 過完這隻,現在就可以理真了 這樣之外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不能回血 好 這樣就有很多技能 好,先用龍拳 通常第一隻出血 這裡 回血 小心,龍拳爆炸 好 都猜到你第一次出血 不怕你一刻你屬性 4萬 提升30% 露魂劍神斬 輕鬆 好,一點都不怕 現在真的 爆炸 現在真的 按著他打 他已經過了勝利的時刻 他一定 玩完了 好,剩下四堂血 不知道你會不會出一些穩陣的 這樣去 不翻檔 然後就 掉下來 飛鼓洛 提升全隊50%的技能 終極的不翻 自由,自由,自由 要傻佬,吃屎了 鬼鬼公 防守卡 打開 不出一點 弱一弱 露魂劍神斬 斬 反擊 其實這個技能 只不過是 防止去遞魔童的狀態回血 很厲害 這些都沒有特別 之前那隻 我看看你最後那隻是什麼 我們試一下慢慢來 我們不要打那麼快 他已經勝算在望 不過我想看你最後那隻是什麼 是否跟之前一樣 所以你慢慢 弄拳 看你有沒有機器 嘩,就死了 喂 喂,你撐住 喂,不要這麼快死 劉魂劍神斬 嘩,死了 看不到 這樣基本上都不難 跟之前次世代一樣 慢慢的攻擊力 那個實力會遞隨著 他的轉數而減少 即是減低 所以就 跟他打持狗戰都可以了 越打 最麻煩就是回血那裡 不過那個回血 就算回滿之後 之後都防禦力大減 都沒有特別 最難都是頭幾隻 最強抽的時候 那最後那隻 其實是什麼 是否都是力熟食 最後呢 G G G是魔童 然後就是 霸露鋼體 不,那個 都是力 最後那隻都是力熟食 即是魔魂報勾仔 第六回合 沒有特別 OK 除了這版之外 還有墨魚 墨魚 我待會再打 我們看看這個 魔魂報勾的新技能 是什麼 可以夠石嗎 當我夠石就抽 什麼 最強變身嗎 最強變身的屬性 一個是什麼 這個最新的 這個魔魂報 變身最強 變身最強 究竟有什麼東西 是有變身最強的卡呢 變身最強 這個新的技能 OK 就是那些變身系 魔魂報勾仔 那些會混合在一起 斜點波 17號 OK 1021號 即是可以變身的技能 OK 可能有回血效果 很多都可以 很多都可以有回血效果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打得久一點 本來應該要打最後一隻 其實不難的 這個應該都沒有什麼特別 純粹是拿這隻 這隻女界王神 和這隻 接著就可以DK 這個DK了 就會變成界王神一組 那 那隻女界王神 就拿來 不知道做什麼 西界王神 這條女 挺漂亮的 這條女 我都要的 OK的 神次元 神次元 又放進去 沒有什麼特別 會心的 提醒人 算了 我待會再看看有什麼研究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了 喜歡這條影片給我一個讚 記得最喜歡的訂閱我 下次回來 我們就會再打龍珠 應該應該 國際版都出了十七號 那我稍後會出了那條影片 令到它已經出了給大家看 在我的情況下怎麼打 好 今天就到這樣了 好多謝大家一直的關心和支持 好多觀眾都關心我了 好多謝大家的支持和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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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啦 拜拜